我愿做逐月的星 终将闪耀自己的光 我愿做追浪的番 信念为讲 乘风破浪 也许迷茫 但从不彷徨 也曾跌倒 但从不怕受伤 青春 自有青春的渴望 梦想 自有梦想的力量 我是吴景言 星辰大海 让我们一同起航 小时候是我在跳舞的时候 也就十一二岁吧 当时有电影 来我们班里跳演员了 然后我打死不想去 可倔了 我说不想拍电影 然后就是可能 有这个想法吧 觉得是不是自己还挺合适的 从小就被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给我 但是我自己没去 当然特别不喜欢 别人说一句话 就是说 你一演戏 感觉你就是跳舞的 这小女孩一看 你现在就跳舞的 我就说 我说我现在已经不跳舞了 我做一个演员 我觉得演员就是演各种各样的人 就用了很长时间打破这个东西 救命啊 你们快放我下去 我不是妖精 也不是妖怪 你凭什么把我抓起来 救命啊 谁能救救我呢 此妖女 妖言惑众 残骸生命 传播瘟疫 她是蛊惑人心 实乃罪不容输 我终于进组了 管她演什么呢 什么题材 什么角色 我不管 又可以进组拍戏了 我就觉得好开心 我不知道在演什么 就是自己没有一点的想法 说我要怎么去表演 好烫啊 李少爷 你就饶了我吧 少爷 少爷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当时想就是 怎么把他们区分开 但他们各自是怎么样的人 怎么去塑造 该怎么去演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判断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 你疯了 竟敢打我 要作为作福 滚回你的复查府去 这是紫禁城 所有人都是皇家的奴才 真正享受表演 我觉得从演习开始了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觉得她太特别了 让我跟角色之间也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吧 现在我是当了贵人 可只是刚刚开始 青春自有青春的向往 梦想自有梦想的力量 2019年 电影频道推出清晨大海青年演员计划 32位青年演员闪耀金鸡 2020年 新晨大海电影频道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报名笔启动 评选即将开始 总有一天 你能像他们一样闪亮 青春大海 杨帆远航 我就希望你早一点 找到那个表演的乐趣 找到什么是对的 你放心吧 因为我现在很努力 相信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呢 你一定会明白 更加的自己知道自己 是怎么样一个演员 去发挥自己的魅力吧 大家好 我是李永健 我推荐的青年演员呢 是吴景岩 我认为一名好演员啊 身上要有一股劲 那么恰恰这股劲 我在吴景岩身上发现了 而且是与众不同的一股劲 我能感受到 他对表演的热爱和激情 他对梦想的执着 他的坚韧和付出 非常的大动作 想尝试新的 之前也演了一些比较柔弱的 但现在自己却演员 就会觉得不舒服 我现在也在突破这个问题 我就很感谢中国电影报道 我记得我当时说了 从一路上德在线 德和清虚 还有自己的品德 这是一直要去做的事 他的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